女人双手扶墙做着羞耻的动作 可即使这样她还是移动也不敢 因为旁边的男人告诉她 只要墙上的红灯不灭 就必须保持着这个动作 否则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可毕竟精力有限 女人最终还是倒了下去 不曾想房东和助手也发现了这一情况 看见女孩违反了规定 助手拿着一颗钉子就对准了女人的手掌 紧接着毫不犹豫地就砸了下去 女孩痛得瞬间发出了一阵惨叫 可这并没有结束 下一秒助手还将魔掌伸向了女人的另一只手 而随着女人痛不欲生的惨叫声 她的两只手掌就这样被钉在了墙上 此时房东告诉女人 希望她也能加入这个大家庭 并且千万不要有逃跑的念头 否则就会跟这个墨镜男一样 在加入之前就因为嘴硬被弄下了眼睛 看见女人吓破了膽 房东这才满意地走出了门 可就这么一直站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女人强忍着剧痛 愣是硬生生地将手掌给拔了出来 然而等到下一次墙上的红灯亮起时 女人竟又听话地趴了回去 看见女人已经被洗脑得差不多了 房东两人满意地走了进来 直接给了女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并且欢迎女人加入自己这个大家庭 之后为了照顾女人的情绪 房东还让其他住户给女人包扎伤口 而此时的女人才发现 原来这里的每个住户手掌上 都有钉子钉过的疤痕 看来这里的每个人在进来之前 都经受过这样的洗礼 然而让女人想不到的是 虽然进来时的规矩让人难以接受 可这里的每个住户似乎都过得很开心 看来只要不违反这里的规矩 自己就能好好地活下去 果然日子一久 女人就开始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然而就在女人要完全融入这个集体的时候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 却再次让女人萌发了逃跑的念头